我计划你看了吧 你放心 努努力我能实践的 我对你的什么计划 毫无兴趣 你知不知道 我的离婚官司 本来是稳操胜券的 因为你 因为那些该死的照片 我被崔英俊威胁 不得不把我辛辛苦苦 争来给你 我的财产分一半给他 我现在的生活是一团糟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背后议论我 有多少人 在等着看我的笑话 什么五年计划 你那二十万的 照这样下去 一旦法院判我有错 别说二十万了 两百万 一千万都打不住 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不要联系我 叫我求求你好吗 把你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照顾你父亲身上吧 我喜欢 RE- pue 我懂啦 司明镜他急了 你还记得 你上次怎么跟我说的吧 司明镜他不怕丢脸 我怕失业 现在我失业了 可是他没丢脸 这事我得给他办完呢 你还能不能好好谈 三百万你就想把我打发了 你打发叫花子呢 那你想怎么样 何大律师 我记得四明镜名下的财产 我都已经帮你捋过了吧 我的要求很简单 一半是我的就行了 三百万你也有脸张嘴 我告诉你 你后面加一个零 我都不一定能答应 我也跟你说了 不管四大蓝名下 有多少财产 那都是他自己挣的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是过错了 就算打击官司的人 你也占不到半毛钱便宜 到时候连三百万你也拿不到 那就打官司吧 那就打官司吧 好 你可以不用感激他 但是你不应该背叛他呀 你要还是个男人 还有一点人性的话 就在上面签字 三百万不少 太感动了 何大律师 你也别在这儿啊 跟我打感情牌 我告诉你 我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人啊 我现在就是软硬不吃 油眼不尽 我都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你们不就是想速战速决吗 你们打闪电站 那我就打持久站 这么说是没得谈了 你回去啊 告诉那娘吗 这官司我奉陪到底 谁啊 谁啊 谁干的 欺负谁呢 炸我车算什么 右边是炸我呀 谁 到底是谁 我 小胎狗 你炸的是吗 你炸的是吗 小胎狗 你炸的是吗 小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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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用你 他根本的 葵 小胎狗 你aw сил 我 一二零啊 我现在在马当陆地下停车场 这有人受了重伤 请你们马上派一个救护车过来 谢谢 你是来碰瓣的 我告诉你啊 不止你在这儿录制呢 这这么多事啊 我都在录制呢 你不知道在你的视频上 做什么手脚 想打我是吧 来 往这儿打 今天谁把谁扔走 来 你们身上 快救命啊 杀人了 你记住吧 我叫叶东烈 以后见你一次拍你一次 110啊 我叫叶东烈 我打了人了 我现在要自首 这个叶东烈 还真的是个愣头青 我干警察这么多年了 还第一次看到这样 打人之前 先帮人叫我救护车 还报警自首 带回去以后啊 好好管教管教 我觉得啊 他心里有问题 你实在不行 就帮他找一个心理医生看看 我知道了 谢谢刘警官 回去以后 我一定好好教育教育他 好好管管 你怎么来了 受人之托 斯戴拉 她在哪儿 就在外面 你跟她说这事跟她没关系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 你们不用管我 真的 你说跟她没关系就没关系了 你想过没有 如果崔英俊一口咬定 是斯戴拉让你干的这件事 会是什么后果 你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她敢 我见她一次打她一次 是 老刘 老刘 你干什么 你不许再说话了 我过去跟她聊两句 别再添乱了好吗 别再添乱了好吗 哎呀 伤这么严重啊 疯了胡真 你说呢 你说说 摊上了这么个人 我刚才说她半天还不听权 还在那儿发狠 发狠 她还发狠是吗 我脑袋都开瓢了 她还想怎么样 她是不是精神病 哎 我也这么觉得 真的 我一会儿就带她去精神病 去查一查去 但是吧 这精神病患者打人 她不追求法律责任哪 她的事 她没有绝对她的事 我才能说什么 她没有绝对她的事 她没有绝对她的事 她也不想要她的事 她的事 她她也不会想要她的事 她她的事 崔英俊的伤也未构成轻微伤 所以他决定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 也不起诉你了 在这儿 签个字 然后该道歉道歉 该赔偿赔偿 这事啊 就算结束了 叶东烈你以后不许再打人了 两位还有什么意义吗 雷姨 人交给你了 我就功成身退了 谢谢你啊 魏诚 不客气 你们好好聊了 不好意思啊 给你添麻烦了 你还好吗 我送你回学校吧 你说的 咱俩最好还是保持点距离 还有 我不想回学校 我想去医院看看我爸 我坐地铁就行 我坐地铁就行 我看你刚才会 你一会儿就要开庭了 开庭之前 你必须要跟我说实话 叶东烈打特殷俊 是不是离知识的 不是 那你知道这事吗 我知道 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你的律师 如果我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话 一旦上了法庭 对方声称 这事跟你有关系 或是你指使的 万一他们有证据 我拿什么解释 对不起 洪辉 我不想把易农烈撤进来 离婚这件事情 已经占用我太多时间 浪费我太多经历 待会儿在法庭上 无论崔英俊 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我都答应 我都让步 死呆了 算了 就这样吧 走吧 我都要走 别说了 到你 斯特拉 你们怎么来了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们当然得来 我们来陪着你 我们来给你助威 斯特拉 我们可都是你的娘娘 这个时候 必须要在你身边支持你 给你们添麻烦了 别这么说 女人这辈子 谁没遇到过一两个渣男啊 张律师 要不 这官司 你还是让我考虑考虑吧 何律师 我的当事人跟我说 要出撤诉 庭外和解 你们看可以吗 行 那账号我们兑现信息啊 怎么了 崔英俊的律师打电话给我 他说崔英俊 同意我们之间的要求 愿意庭外和解 才能掌握